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古崖大丈夫陳建成 我在這邊為各位做這個週五美股的手盤分析 還有下禮拜的台股操作策略 我想先從這個美股的三大指數來看 其實在上禮拜五的道瓊市小漲 113點漲幅0.03 納斯達克大概是下跌0.18% 我覺得0.18%大概就在平盤附近 那標普是下跌0.1% 那我覺得影響也都不大 唯獨是這個費半是下跌46.72% 跌1.23% 那當然我們看到最主要的這個 大家關注的這個AI概念股裡面的 揮答是下跌1.1% 那在除了這之外呢 我們看到這個蘋果在平盤附近 還有特斯拉反而是上漲的 另外這個像Meta也是下跌 好 那我們大概來了解一下 其實你如果從這個最近的行情來看 整個AI的這個族群 從5月中之後 然後這個黃仁勳來台灣 還有這個AI伺服器 一片被大家所看好 包括他的這個超級電腦晶片 的熱銷缺貨 造成這一波的這個AI的這個蜂巢 還有相關伺服器的蜂巢 那下禮拜換這個蘇之鋒要來了 但是從昨天的這個 從新聞上看到說原本他預定 明天要參加交大的這個榮譽博士頒獎 受學位的這個典禮 那因為他飛機有延誤 所以交大單方面取消了這個 這個受獎儀式 那現在接下來就是那他來台灣的 要建供應鏈 建這個相關業者的這個行程會不會改變 那既然搬機延誤 我覺得多多少少會受到影響 那當然下禮拜還有這個台積電的法說 那台積電的法說 上禮拜其實大力光已經講說 這個手機的部分已經有看到客戶遞延 那大力光的客戶就是蘋果 那蘋果如果遞延 那台積電在這個iPhone 15這一塊的訂單也會遞延 那遞延多久呢 我想遞延少折一個月啦 多折可能兩三個月 但我認為以他過往的這個時程 頂多就是一個月啦 兩個月就已經算蠻久了 那我們講到說上禮拜的這個光學股 大力光預計工因為受到這個林恩平講說會遞延 所以整個股價都拉回修正 那我也在盤後跟各位講 因為拉回的修正那就反應遞延 就反應這件事了 所以未來我認為就是跟著大盤 多多少少會受到影響 但是我覺得訂單晚一個月 那後面會不會到還是會到 那就只是晚一個月 晚一兩個月 所以該拉貨還是會拉貨 那只是往後遞延而已 好那回過頭來講 大家會關注下禮拜台積電的法說 可能在AI的這一塊 在這個相關的這個晶片 可能會有很大的收穫 但是現在這個陸行資又出來打臉了 那不管他出來台積電來講什麼 看起來他現在講話都是酸言酸語的 但是我想我們做股票 我們也不是要看陸行資酸言酸語 因為過去去年7月10月 如果你聽他的話去做股票 基本上你反方向做都會賺錢 跟著他的方向做通常都會虧錢 那今年這個時候他又再來算一次了 但是我覺得重點就不在這了 重點我覺得還是在於說 這個先進製程或者AI這一塊 在法說他會釋出什麼樣的一個訊息 我想你如果不是做台積電 你就不用太擔心了 但是如果你是做其他台積電概念股的話 我比較在意的是在他的 比如說我們買我們看的是設備 那設備分兩種 一種設備是建廠的設備 一種設備是比如說 現在可能AI有集單 那像什麼施智成的COAS 星雲 紅素這一些萬論 他會不會受到影響 但是我的看法是說 COAS這一些其實他已經在這一兩個月 反應已經反應接單的這個狀況 所以如果釋出的展望是熱觀的 那我認為那也只是說錦上添花 那錦上添花會不會煙火放一放 那煙火就可能會放完了 那包括相關的AI概念股也是 所以我覺得下禮拜本來 因為蘇智峰來再加上台積電法說 應該會把這個科技股 特別是在AI相關的概念股 會再往上推上一波 可是這一波能夠推多少 那我覺得很難說 但是我覺得這一波再推上去 有很大的機率就是這一波這個煙火 就即將要放還要錄 所以我想這一點還是要跟各位講 稍微讓你們留意一下 因為如果蘇姊姊來了 沒有辦法再把股價 比如說蘇姊姊來跟台積電法說這一次 結束之後 在下禮拜 假設股價沒有辦法再持續創高的時候 那各位就要小心 因為下禮拜又配合 又要開始進入這個月底 那月底 你可能不要去期待說他要月底作帳 他反而這兩個月一定賬兩個月的股票 你要小心他不是往上作帳 而是拉高變結帳 就是作帳會變結帳 那如果你不了解什麼是作帳什麼是結帳的話 我這邊暫時不跟各位講 因為我不跟各位多做解釋 因為結帳跟作帳 我在之前的這個分享會我都有講過 那作帳會一路做到月底 那結帳就是把股價拉高之後 然後法輪會把股票給倒出來 那倒出來你就小心變成怎麼樣 被割韭菜的對象 所以這個我是對下禮拜盤視的看法 那我覺得月底的生計 因為25號生計股在上禮拜五 之前先漲的時候拉回 在上禮拜五又開始有點動作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在下禮拜我的判斷是 很多漲多的電子股會拉回 然後資金 會部分轉進這個生計 然後iPhone15雖然會遞延一個月 但是我覺得 我認為拉回又正好提供另外 因為遞延之後把 遞延的壞消息 利空把這個股價又拉回 又提供各位一個新的這個進場的時機 好嗎那我簡單在這邊 跟各位做一個這樣的整理 好那祝大家下禮拜股票知之大賺 謝謝各位 廣安 謝謝大家 請說 我們請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